访华的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同副总理韩正在内的多个官员视像会面 中方说中美应对气候变化 必须以信任为前提 两国可以加强沟通合作 但必须要双向护理 又露晓三报道 克里五个月来第二次访华 同副总理韩正视像开会 主题围绕气候变化 韩正说应对气候变化 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以信任为前提 以巴黎协定为基础 希望双方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克里表示解决气候问题 必须得到中国承诺全面参与 美方认同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 认为双方应该保持建设性接触 应对全球挑战 克里又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 杨洁篪大蝙蝠讲到中美关系 说美方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 导致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中方坚决反对更加会坚决应对 杨洁篪说中美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希望美方切实纠正 尊重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奉行理智务实的对华政策 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返正轨 认为两国可以加强气候 防疫和经济等领域的沟通合作 但是合作必须双向互利 他又说中方尊重各国发展权和选择权 但是中国自身的权利也都必须被尊重 克里说美中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美方愿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 和中方加强合作为改善两国关系注入动力 有线电视记者盧曉山报道